李文控诉被好声音节目组欺负侮辱之后 李文在好声音录制现场质疑赛制的视频也被放出 节目组对待李文的行为也被曝光 随后 有媒体就好声音事件采访了李文的两个姐姐 大姐李丘琳回应称 事实coco在视频里面都说了 我们就不回应了 二姐李斯林则表示 我们还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需要时间和空间 网友也找到了李文录音中说的 和选手王泽鹏合作的舞台 两人合唱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刚已开始 李文独自站在舞台上 一改评语地表演风格 站定之后一动不动 左手还背在身后握拳 似乎因为腿伤疼痛难以支撑 而王泽鹏开场时和李文隔了能有半个舞台 再往后怕是都走到后台了 等到王泽鹏走到台前之后 节目组就再也没切过李文的正面镜头 观众都是从大屏幕上看李文 或者看节目组拼接的画面 但也不难看出李文当时的状况不对 精心装造过的发型凌乱不说 有着多年表演经验的李文 居然低头躲避了镜头 似乎因为受伤 痛苦到很难进行表情管理 一旁观看表演的另外几个导师的表情 也很不对劲 梁静如眼眶含泪 一脸担忧 李克勤表情也很不对 一脸严肃鼓掌时更是不忍看台上 据网友爆料 当天李文因为腿伤无法支撑而在舞台上摔倒 最后是坐在舞台上唱完了整首歌 所以才后半段没有了他的全身镜头 唱完后是被李克勤和梁静如搀扶着走出去的 似乎因为腿伤加重已经无法独立行走 李文和学员的合照也能看出李文的借着学员用力 手上轻轻抱起而且彩排的时候李文分明是和学员站在一起的 结果播出的时候突然就变换站位了 李文这次录音曝光也引发了娱乐圈愤怒 不少业内明星发文包括张伦硕 韩培钱 程清松等人 不过都是一些影响力较低的明星 有影响力的就是刘亚瑟了 他发文在超话 表示永远的女战士来支持李文 但节目组自从发完声明之后就没了动静 仿佛事件已经结束 那份态度轻慢地回应 将网友彻底惹毛 而在舆论的发酵之下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股价大跌 涉直半日就蒸发了近百亿 网友的愤怒不止于此 好声音这些年惹来的争议不少 似乎根本不怕被骂 网友们也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抵制该节目和母公司 包括抵制节目赞助商 该公司制作的其他节目等等 力求打击整个背后资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节目组包括整个浙江卫视以及背后资本 必然会受到舆论空前的争议 只能说 希望节目组不要逃避现实 尽早给公众一个满意的回应吧 纳因说到 听到狼歌的人都是农民 2015年万达年会上 王健林深情演唱刀狼的歌曲《西海情歌》 配上纳因的言论 有人调侃道 家境贫寒王健林 这老头是个朴实的农民 听刀狼歌的人都是农民 这句话是不是纳因说的呢 其实不然 这句话最先是大鹏传出来的 有一次 在大鹏得把得这档节目里 大鹏说道 那姐还说了一句不留情面的话 说去KTV里点刀狼歌曲的都是农民 要说纳因和刀狼 田正和纳因等人的恩怨 这一切还得从评选开始聊起 2010年 歌坛是神仙打架年 到底谁最厉害啊 那得评选过后才知道 十年最具影响力歌手 这份殊荣的分量可不清 纳因担任评委会主席 公正 公开 透明 依正言辞 他说评选要以音乐性为先 其次是对乐坛的贡献 最后才看销量 纳因和汪峰的音乐性极高 二人对歌坛的贡献极大 正因如此 纳因和汪峰才位列 十大影响力歌手的名单 想破头皮也未想到 刀狼的歌曲音乐性差 还是贡献不行 不管怎么说 刀狼愣是没选入到名单里 纳因是评委主席 他说到我作为主席 坚决反对刀狼作为讨论对象 还直言销量上没有人卖得过刀狼 但是他的歌不具审美观点 咱也不清楚 当年这个评选是不是一票否决志 那一年 刀狼的专辑销量太炸 大有毒孤求败之感 最后 十年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名单里只有九人 纳因和汪峰位列其中 唯独不见刀狼 虽然刀狼没有入选 但是他在乐坛早已是个传说 话说当年这是闹得厉害 刀狼的经纪人说到 刀狼的成绩有目共睹 即使组委会颁奖给他 刀狼也不会参加 不只是纳因 梁坤早已化身音乐级先锋 瑞评过刀狼 2004年8月 梁坤说他有音乐吗 你认为那是音乐吗 或许彼时的梁坤已经进入无招之境 心中无趣手中也无乐器 便能唱出传世经典 不然为何会语出惊人 称刀狼那是音乐吗 记者闻听此言 追问道不是音乐 是什么 杨坤说是怀旧 还表示让自己来唱 不会比他唱得差 只是那个时候的杨坤太忙了 他没有翻唱的打算 新歌还唱不过来 我在想如果杨坤能翻唱罗刹海事 那该多么悦耳洞听 在杨坤的一番评价后 刀狼的歌变成了苍白无力 要说到歌曲的传唱度 刀狼和杨坤在伯仲之间 刀狼有2002年的低长血 杨坤有无所谓 刀狼有西海情歌 杨坤有无所谓 刀狼有冲动的惩罚情人 罗刹海事等经典歌曲 杨坤有无所谓 当年的刀狼木秀于林 教父汪峰也来凑凑热闹 新闻报道 汪峰说刀狼的走红是乐坛的悲哀 还说刀狼能成功 全是媒体所赐 如果没有恶草 他根本不会有虚假的繁荣 汪峰哪里会想到 若干年后 刀狼的罗刹海事难有后继 纳英 杨坤 汪峰 都曾评价过刀狼 高晓松也不例外 他曾经说到 如果选手唱刀狼的歌曲 我很难让他过关 喜欢多说几句的高晓松 还有一番言论 让爱听下里巴人的人 欣赏布莱纳阳春白雪 歌坛从来都不是一家独大 和纳英摇乡护印的人 还有田镇 说起镇英之争 许多小娃娃们可能并不知道 还记得那是2001年的4月份 在南京举办中国流行歌曲颁奖里 田镇被是先告知得票第一 荣获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本来这是好事 不料中途变卦 让人凌乱不已 媒体报道说是 田镇英当机问题无法出席 于是 这个奖便颁给了排在第二名的纳英 然而在颁奖当天 田镇却奇迹般地出现 他在台上丝毫不加掩饰 也不给主办方的面子 直接敞开心扉 说这个奖不灵也罢 就在田镇说话时 一旁的主持人有点无奈 他想夺回自己的主场 可田镇已经气急 哪会听他那套 太鹏言语 让场下观众顿时沸腾起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梁字算是结下了 2004年 镇英之争已过去三年 那一年的春晚让人印象深刻 导演袁德旺想让那英和田镇同台春晚 田镇彩台演唱把握每个瞬间 那英则是和杰晓东合唱姐妹弟兄 一个是独唱 一个是合唱 这待遇大有不同 最后那英退出春晚的舞台 原因是田镇是独唱 自己是合唱 觉得有些掉价 当年那英评价刀狼 说要有音乐信和对乐坛的贡献 这登台献歌正是为观众而唱 此乃良机 怎么能说是掉价呢 这小家子气的话 可不像胸襟广阔的那英说的 2006年 那英和田镇同台 能同时邀请到二位 真是了不得 那英却说 我与他做人态度表演风格不一样 并且还拒绝同台 田镇也不含糊 说道 我跟他不熟悉 人都已经来了 也不能放鸽子啊 上罢 主持人介绍那英和田镇的时候 二人差不多相隔一个金斗云的距离 那英表演 田镇和粉丝合影 更忙个的 还有一次 田镇被人轰了出去 此事与那英有关 田镇骂道 那英是个小人 不合群的田镇与那英的梁子 又深了一层 田镇称不上是世界巨星 但在乐坛那也是极具名气的人物 一次采访中 杨坤却说不认识田镇 多年之后 杨坤还说刀狼适合在幕后 言外之意 不由让人多想 难道刀狼摆不上来台面 刀狼的歌曲好听不好听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是无数热爱音乐人的评价才作数 说白了 是百姓说了算 刀狼的歌是三俗 风俗 通俗 民俗 这样的歌手谁不爱 是百姓的歌手